剛才說了人心解馬二在今晚大結局 下個星期開始TVB將會播放重頭劇《金之玉業2》 其實這套電視劇集由籌備到開拍都有很多傳聞 由於這套電視劇集TVB流資了很多之外 亦都是周玉銘及戚奇二效力TVB的最後一套電視劇集 裡面有鄧瑞文、蔡少芬、吳明媚、陳豪等等 原來一路以來戚奇二都很希望 蛇絲晚可以參演這套電視劇集 但到最後由於蛇的期間真的不行 所以都沒有找到蛇做主角 不過如果大家猜都猜不到 原來蛇絲晚是有客串的 客串做些甚麼都一起娛樂試試 今早玉業這套電視劇集 在香港的確是非常受歡迎的 除此之外去到光內也非常有市場 其實就是因為金之玉劍這套電視劇集 才將蛇絲晚黎茲和鄧瑞文的演員 帶到國內 所以令到他在國內都這麼吃不開 所以其實他們幾個都很感激了蛇奇二 就是因為他現在在國內賺到這麼多錢 都是因為金之玉劍這套電視劇集 除了蛇奇二之外 其實TVB都希望可以再製造 這麼大型的電視劇集 由於除了在TVB香港播放之外 其實在國內他亦都可以賣浮收很多錢 所以今次開拍金之玉劍二 除了高層非常之比很大的壓力 除了蛇奇二之外 其實他們所有的演員都希望 這套電視劇集比之前更加有好的成績 不過其實蛇奇二一路以來 都希望可以找回鄧瑞文和蛇絲晚 去主演這套續集 但可惜的是 蛇絲晚由於在國內實在有太多事情要做 所以沒辦法量到一個期 就飾演這個金之玉劍續集的角色 所以到最後就換上了五穎薇和蔡少芬 之前有盛傳蛇可能會嚇串一下 又或者盡量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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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是很感激了戚奇異 因為金之玉宜這套電視劇集 才可以令到他今時今日 在國內那麼多人找他 所以戚奇異跟他說 他離開TVB之前的一套電視劇集 你可否給我一個奇蛾 幫我客串一角呢 其實當時兩隊的拍攝隊伍 都是在橫店的 而邪斯曼只不過在隔離廠裡拍攝 他一聽到戚奇異這樣求他 他立刻量了一個奇出來 亦都不介意去客串幾個鏡頭 客串幾個鏡頭沒有理由 大家不大羅大鼓很多工作人員應該知道 原來蛇絲晚航賣戚奇異 都希望可以低調一點 原來他在國內拍《金之玉業2》的時候 都要等到所有的戲份全部拍完 差不多只剩幾個攝影師 蛇才出現 然後就幫他拍了幾個鏡頭 回到香港 就算《金之玉業2》舉行慶功劍的時候 其實蛇是有出現的 不過他就等記者走完之後才出現 有詩情人士透露 其實蛇都是拍了幾個鏡頭 應該就是好像在結局的時候 可能出一出 幫第三集埋下伏線 絕對都是幾個鏡頭 不過蛇絲晚覺得 既然戚奇異開到聲 他盡量都希望可以報恩 我們這麼久 是時候八轉公頭 今天八轉公頭的題目想問問你 你有沒有興趣看《金之玉業2》呢? 你可以把你的意見 上到WaWa.TV上留言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